一蘭縣東山鄉的金嶺新村 縣府從2016年開始 就原理要作為社會住宅 但評估不可行之後 是改做高齡友善園區 不過到現在都還找不到廠商 而縣府今年第四次是公告招商 如果無法順利招商的話 縣府也不排除要把過去爭取的土地 還給國防部 但這也讓地方質疑了 說招商不順是縣府沒有決心 不應該任意把土地還給國防部 那未來有可能會還給國防部嗎 或者是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選項之一 我們不排除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也往下修了部分的那個 他的那個進行全力 進行新村建於一九八零年 多位連勤三零一場退休員 公期家屬居住的眷村 在國防部新建新鎮設後 就鎮村以無人居住 長期閒置 除大門深鎖 村內因無人整理草木茂盛 也可以看見過去鎮設 玻璃破裂損壞等痕跡 環境陰暗成為地方治安石角 地方認為全案多年來招商不順 是因為縣府根本沒有決心要做 不該任意將土地還給國防部 然後繼續將土地放著荒 縣府說 副三案以下修廠商需負擔的權利金 希望能順利招商 如招商不順 雖不排除將土地還給國防部 但仍要看全案審議委員會的審議結果 記者林建軟也來報導